生活的智慧 世事如奇 让一拙不畏亏我 新田四海 那百船方箭容忍 地狱离你不远 西天也不远 就近在你的面前 此时此刻 只要你的心连着天 就是天堂 因为天堂就在你心中 你还用向外去找天堂吗 一念之间 你就到天堂了 所以你的心得打开来呀 你们常以有限的眼光 看某个角度 来辨别视力 如果有一个人 对你好 你就觉得他是好人 对你不好 就不是好人 其实善恶 只有你自己在分辨 自己在说而已 譬如你们会骂人 一定有原因 是不是 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自己不满意 你才会去骂人 一定是不合你心中的标准 你才会动怒 然而 那个标准到底是不是标准 还是你个人的环境 是你个人的环境 个人的行为 个人的心念 所决定的 要知道 其他人就不一定是这个信念 这个标准哦 今天你看别人 会看得比较理智和清楚 但是你自己设身处地去做的时候 就不见得会那么理智 那么有智慧 所以 你要常常站在第三者的立场 看你自己的行为 看你自己的一切 你们的信念太多 常想别人之坏 常说别人之非 别人如何如何 这会使你的心 愈想愈糟 你今天的信念 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让自己心静一些 让自己的心静 慢慢地提升到一个层次 提升到一个程度 个人皆素其本位而行 就对了 做人 做人要圆融 圆融活泼之后 才能进入道中 所以 不要质疑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想法不见得对 若是能多方采纳讨论 或许比自己的想法还好 那你就又获得更好的 是不是 有的人 常把自己看得太高 就有点自恋狂 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 别人都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别人对我稍微不好 我就生气 就看不顺眼 觉得你怎么没有把我当人看 其实是自己心里作怪 是不是啊 所以 人常常在这公与私 天与地之间挣扎 其实本来没有事的 都变成有事了 很多事情 我们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到别人对我们好 看到别人对我们怎么样 你才会相信别人 其实不一定 自己的眼睛看得都对啊 人应常常怀着感谢的心 若别人欺负我们时 我们心里应想 人虽亏我 天却不亏我 感谢他磨炼我 在心必安理必得 悠悠自然 今天我若无感谢之心 就容易动怒动气 到头来 受伤害的还是自己 要低心下气 你才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知道吗 先把自己里面所有的东西 抛弃掉 才能容纳更多的智慧 要知道 低到极处 方位高啊 徒儿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要迎合众生 才能善导众生 想要建言 必须先能够迎合对方 才能改变他 但你也不是同流而合物 一个真正有智慧 有贤德的人 是同流而不污 懂吗 所以孔老夫子 为什么被人家尊称为一个 时代的圣人 是因为他同流在这世界上 而又能够善导众生 明白吗 人一出了名 就受名的牵绊 为了这个名 怕破坏自己的形象 连走路都要四四方方 所以人常常为名所困 为名所害 徒儿要想学到 就先要破这个 才能够奇迹 现在你们对于真实的不了解 对于虚假的更不了解 所以真真假假 是是非非 难分难辨 该用情时太理智 该理智时又太用情了 理智和感情不能执钟 不能执钟就偏其 偏其意就受其累 如果你们没有理直气壮 魔就会来 如果你们理直气壮 谁敢捣乱你呢 可是别忘了 理直气壮也得鬼神敬佩 魔不清 如果你是以魔心来控制 来给人家怒视 使人家不敢接近你 那你就失败了 佛经叫人紧闭六门 那是小圣 现在要大圣 不是叫你们关闭门户 而是该听的要听 不该听的不要听 该看的要看 不该看的不要看 乃是大圣佛法的精神 对吗 对不可怕的 没有闭门户 så是坚持人家的